拍玻璃又噴水 骚扰动物园狮王 招披无知可耻 这名男子为了吸引狮子靠近 猛拍玻璃 还口含饮料喷上狮子 狮子狂吼一声后 就像另外两只同伴 男子这种骚扰动物的行径 上周四辈带着女儿 由高雄寿山动物园的杨小姐拍下 向苹果投诉 杨小姐说 男子和妻子骚扰狮子的行为 他们三四岁的儿子也有样学样 猛摇饮料杯冰块制造噪音 狮子被吸引走近时 男子还向儿子炫耀 你看狮子耶 他们后来还去拍打黑猩猩的玻璃 杨小姐认为这家人无视猿内公告 且涉嫌虐待动物 园方表示 禁止民众骚扰喂食动物 若屡劝不听 是可以依照野生动物保育法 就是你可以处一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或者是三十万年以下的罚缓这样子 苹果感谢您的爆料 给您三颗苹果报道